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口中的祖国到底该怎么统一 这件事或许能够看出端倪 2035年交通计划中 北京宣称要建构穿越台湾海峡 前进到台北的高铁 日经亚洲评论自身编辑就分析 台湾计划浮出台面 表示习近平意图改变现状的决心 除了统一台湾 北京更打算将香港一网打尽 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 从限制层面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 做出决定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利 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责任 人大预告将首升入香港选举制度 包含议会席次戒别甚至特首选举都将有天翻地覆的改变 表面说是改善制度 实则让民主派人士没有容身之处 当初说好的一国两制 如今原刑并录 三立新闻是少年报道